都说,距离产生美,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友谊,还同样适用于异性之间的相处,毕竟大家都知道,男女之间的界限往往都模糊不清,一旦越界就可能影响到那份来之不易的情谊,尤其是某些默许的行为,正是关系变质的前兆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过分的身体接触,在人类社交的广阔舞台上,身体接触是一种无声的语言,它能够传递出友好,信任和尊重的信息,一个简单的握手,一个温暖的拥抱,往往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 加深彼此的感情,然而,当这种接触超出了社交礼仪的范畴,它就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,带来不必要的误会和困扰,以一个生活中的故事为例,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话题。 小李和小王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同事,他们彼此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,在日常工作中,他们经常需要一起讨论项目,解决问题,刚开始,他们的接触仅限于工作中的必要交流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王开始时不时地触碰小李的手臂,甚至在私下里给他发一些暧昧的信息。 这让小李感到很不舒服,他开始刻意保持与小王的距离,避免任何可能的误会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身体接触的界限是非常微妙的,在职场或任何社交场合中,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人的个人空间和界限,任何超出正常社交范畴的身体接触都可能被解读为不恰当的信号,从而引起误会和困扰。 回到安娜和乔的故事,安娜的警觉和主动疏远是明智的选择,在任何情况下,我们都应该保持专业和尊重,避免任何可能引起误会或不适的身体接触,只有这样。 我们才能在社交场合中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,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总之,身体接触是一种强大的沟通工具,但我们必须谨慎使用它,在任何社交场合中,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人的界限,避免任何可能引起误会或不适的身体接触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,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 个人隐私的过度分享,众所周知,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,如同静谧的湖泊,波澜不惊,只带知音共赏,然而,当有人擅自跨越那层无形的界限。 过度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,如缠绵的恋爱经历,琐碎的家庭问题,或是刻意探寻他人的私密信息时,那份原本纯粹的友谊,便如同被风吹皱的湖面,难以再恢复平静,我的发小,便曾因为未能把握这一分寸,而失去了一个异性朋友。 他对她充满了好奇与兴趣,总是不由自主地询问她的私生活,仿佛要将她内心的每一寸土地都探寻清楚。 同时,他也毫不保留地向她敞开心扉,谈及自己的情感波折和内心挣扎。 起初,他以为这只是发小对她的信任与亲近,因此也乐于分享自己的故事。 然而,随着话题的深入,他们渐渐发现,这种看似亲密无间的交流,实则如同两把双刃剑,既刺破了彼此的防线,又压迫了原本舒适的个人空间。 最终,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,两人都意识到这种关系已经变得扭曲而沉重,于是,他们决定暂时断绝联系,给彼此一个冷静思考的空间。 这个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,无论关系多么亲密,我们都应该尊重彼此的私密空间,过度分享与打探,只会让原本美好的关系变得尴尬而沉重。 只有保持适当的距离和尊重,才能让友谊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多彩,忽视伴侣的存在。 在人类情感的复杂花园中,异性友谊是一朵需要精心培育的花朵,它既美丽又脆弱,需要双方的细心呵护和界限的明确,尊重对方的伴侣,是维护这种友谊健康生长的基石,一旦忽视了这一点。 友谊的纯洁性就可能受到质疑,甚至引发不必要的家庭风波,让我们以小张和小丽的友谊为例,来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。 小张和小丽是大学时代的旧时,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。 尽管他们各自成立了家庭,但他们的友谊依旧如系,然而,随着时间的流逝,小张开始在小丽的丈夫在场时回避,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变得隐秘起来。 小丽的丈夫开始感到被排斥在外,心中的不安逐渐滋生。 这种情况终于在一次家庭聚会上爆发了,小张在聚会中故意忽略了小丽的丈夫,而是与小丽私下交谈,分享只有他们两个才知道的笑话。 小丽的丈夫感到被冷落,她的不满和猜忌终于爆发成了一场争吵。 这场争吵不仅破坏了聚会的气氛,也让小丽和小张的友谊受到了严重的考验。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,在异性友谊中,尊重对方的伴侣是至关重要的,任何排斥伴侣的行为都可能被解读为对友谊纯洁性的质疑,甚至可能对双方的婚姻关系造成伤害。 为了维护友谊和家庭的双方面和谐,我们必须确保所有的行为都是透明和尊重的,回到阿亮和小飞的故事。 阿亮的行为无疑是不明智的,她应该意识到,私下与小飞见面而不提及家庭,会给她的妻子带来不安和猜忌,真正的友谊应该能够经受住时间和环境的考验,而不是在阴影中秘密进行。 阿亮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,并与妻子进行开放和诚实的沟通,以重建信任和尊重。 总之,异性友谊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的,我们必须始终牢记,尊重对方的伴侣是维护这种友谊纯洁性和健康发展的关键。 通过透明和尊重的行为,我们可以确保友谊和家庭关系的和谐共存,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产生过多的情感依赖。 在人类情感的海洋中,依赖是连接两颗心的纽带。 然而,当这种依赖变得过于沉重,它就可能变成束缚,影响双方的正常生活。 在异性友谊中,保持适当的情感独立是至关重要的,这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,也能确保友谊的健康发展。 让我们以小敏和小王的故事为例,来更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。 小敏和小王是青梅竹马的好友,他们的友谊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敏开始在工作中遇到挫折,她开始频繁地向小王寻求慰藉和支持。 起初,小王觉得作为朋友,她应该在小敏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王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承受小敏沉重的情感依赖。 这开始影响到她的工作和个人生活,小王开始感到疲惫,她意识到小敏已经将她当作了唯一的情感支柱,而忽视了发展自己的内在力量。 小王决定与小敏进行一次坦诚的对话,她告诉小敏,她愿意继续作为朋友支持她,但也鼓励她寻求专业的帮助,以更好地处理她的情感问题。 小敏最终理解了小王的立场,并开始努力培养自己的情感独立性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在异性友谊中,过度的情感依赖可能会对双方造成压力。 作为朋友,我们应该互相支持,但也应该鼓励彼此发展自我,保持情感上的独立性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确保友谊的纯洁性和健康发展。 回到小丽和大卫的故事,大卫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,作为朋友,她愿意在小丽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,但她也需要保护自己的情感界限。 大卫可以与小丽进行开放和诚实的对话,表达自己的感受,并鼓励小丽寻找其他方式来处理她的情感问题,比如咨询专业人士或发展新的兴趣爱好。 总之,情感依赖是人际关系中的一部分,但过度的依赖可能会对双方造成压力。 在异性友谊中,我们应该互相支持,同时也应该鼓励彼此保持情感上的独立性,通过开放和诚实的沟通,我们可以确保友谊的健康发展,同时也能帮助对方成长为更加独立和强大的人。 总之,种种真实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,异性交往中,保持一定的心理和行为距离是必要的,因为每一次默许的越界行为都有可能对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。 异性朋友间,最好保持一杯水的距离,这样既不会让友谊变得冰冷,也不会因距离过境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困扰。 请记住,保持适当的距离,不仅是对彼此的尊重,更是爱护自己的一种方式,这样异性之间的友谊才能健康地长久下去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